从未想过像押运会这种级别的比赛 居然请一个老花眼的大妈来当裁判 一个羽毛球出界十余厘米 裁判居然看成是剑内球 看对手得分 场面的中国教练也是坐不住了 站起来对着裁判比划 看我手也轻 出界了这么多呀 不过当看清对方是韩国队的时候 仿佛一切又变得非常合理 但是不对呀 这举办第一是在中国广州啊 这裁判也是中国人啊 此时此刻仿佛一切又不合理了 就连央视的解说都不知道如何来化解这尴尬的瞬间 想必裁判是没带老花镜 把单打线看成了双打线吧 该极具争议性的黑幕 发生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决赛的现场 我国运动员林丹作为第一单打出场 迎战韩国一丹朴成焕 两人前两局的比赛打得十分精彩 双方各赢了一局 此时比赛来到了第三局的决胜局 林丹一开局仿佛进入了论状态 各种杀球一杀一个小西板 很快便打了一波5比0 然而接下来场上的一幕 让不少人都是大跌眼镜 此时场上的比分来到了6比2 光凭着一个飞扑就球的反应 就能看出来此刻林丹的火热状态 然而接下来朴成焕还是一个杀球 这一球尽管我们是场外 通过转播屏幕都能看出 这是一个出界十厘米开外的街外球 此时飞扑不及的林丹也是这么认为的 理所应当的认为 裁判应该将分数给了自己 然而当林丹捡起球后 却听裁判喊道 对面朴成焕得分 这下午盘把中国教练逗乐了 看开双手比划 球出界这么宽 裁判你没看到吗 需要我给你送付老花镜吗 此刻之间 李永波都气得从看台上跳了下来 一脸怒容地指向了场上的裁判 场上的林丹更是满脸疑惑 走向裁判要和其对峙 结果裁判就像个不讲理的小媳妇一般 不听不听我不听 就是没有出界 此时此刻 韩国成员朴成焕 看到自己居然被中国裁判袒护了 竟然开始苟诈人士了起来 上裁判跟前一顿瞎比划 朴成焕此举动无疑是在玩火 彻底点燃了林丹的小宇宙 瞬间一发杀球 将斯米娜杀在地上 不想起来 随着林成焕最后一球后场出界 林丹也是霸气挥拳度火 小子送你一分我照样赢